老闆,你自己都沒有想著是發揮的 都沒有想著是做一大 那我用不著給你一個想法 各位朋友,你好嗎?我是Brancha,先見 做生意的朋友一向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說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生意 再做得好一點 你覺得哪一個元素最重要? 你有沒有試過你用了很多錢來 寫一個網站,寫一個網站 或者買一些軟件回來 或者一些公司給你一個好的方案 但是為什麼都不成功 你這裡有哪一個元素 基本上當你做不到這個元素 以上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浪費錢浪費時間的 就是人才 你發覺如果你的團隊沒有人才 無論你做什麼 有幾好的系統 軟件、硬件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在這集報導想跟大家分享 是怎樣 有哪三個步驟 可以令到你栽培到 一班的人才出來 而這三個步驟 你發覺是 當你是慢慢聽下去的時候 是不可以調亂次序的 是一定要跟這個次序的 當你跟著做的時候 你發覺 慢慢你就會有很多人才 在你的團隊那裡 好了,看看你問什麼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人才 他們會找一些什麼公司 或者平台在發展的? 為什麼要找你公司? 為什麼他不找另一間公司? 為什麼要找另一間公司? 就是說人才 和不是人才 他們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人才是看什麼的? 他會看看究竟在這間公司 或者這個平台 他有沒有一個發揮的機會 還有有沒有給他發展的事業 但是不是人才 他只是找份工作 人才呢 他想找個示範 就是說第一點就是 究竟你這間公司 是不是一個 可以是帶給這班的人才 可以看到他的將來 他可不可以向上爬? 還是只不過 沒有 你這個位置 只不過是一個 dead and job 人才是最不喜歡 和最抗拒 一些dead and job 因為人才是需要表演 是需要成長的 所以第一點就是 你要看看現在 你的公司 首先 你的遠景有多遠? 你的夢想有多大? 你的目標有多震撼? 當人才看到的時候 他說 哇 是呀 我不是進來的時候 我未見到這件事 在這個平台 我見到 我可以發揮到 我可以學到東西 你有沒有一個 這樣的目標? 你有沒有一個這樣的階梯 慢慢Joype他上去 這個就是第一點 你有沒有一個這樣的 不停給他 學習成長進步的平台? 當我們有人才回來的時候 他會問 我怎樣可以爬上去 但是 那個點就是 如果你本身沒有一個很大的思想 沒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爬去哪裏? 有個目標 跟著你這個平台就是 你怎樣栽培他們 人才很想被栽培 他不介意做得是辛苦一點 長時間一點 不是人才就剛剛調轉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但這個平台是哪一個形成出來 是哪一個建設出來的? 那就是這個平台的領袖或是老闆 這就是做生意的朋友第一個責任出來的 如果你的平台是不能給他發揮的 他是不會來的 你只會吸引到一些什麼人? 很平凡的人 平凡的人帶給你一個什麼問題? 他帶不到一些新的想法給你 因為他不需要任何想法 為什麼? 因為你的平台都是這麼小的 而且進來這個平台這麼平喻 都不需要什麼想法 所以這就是第一件事 這個平台是否值得人才 在這裏留下來和發展? 第二點 就是 你看到為什麼做一個領袖這麼頭痛? 我看到有很多生意老闆 管理員、管理員 他說為什麼我的同事 為什麼栽培不到他? 我明明給他很多訓練 但為什麼好像一年、兩年、三年都不進步? 我已經做好自己角色了 所以第二點大家要很清楚 很清楚就是 你要選擇 你所栽培的對象 我用回剛才的例子 你的公司目標在這裏 你有一級可以向上爬 但如果你栽培那幫人 他基本上對自己的事物沒有要求 他基本上是不需要爬 我安穩一點就可以了 我不想這麼辛苦 我不想加班 我一定要朝九晚六 但你用了這個時間來栽培他 你覺得那個機會 或者那個結果會怎樣? 你又覺得他不掌盡 他又覺得你逼他 雙輸這個叫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一些 選擇一些 基本上他在你這個平台上 他已經是想被栽培 他不介意辛苦一點 他不介意長時間 因為他對自己的事業有要求 他就是想身邊 有一個好像你這樣的 一個前輩又或者一個領袖 帶領他怎樣向前 這幫人很有趣 當你平時看他做事的時候 其實是很清晰的 這幫人有什麼特質呢? 他是會主動令到有些事發生的 他會主動見到一個問題之後 提出方案的 他會主動早點回去 準備好他每天的工作 他亦都不介意放工放遲些 甚至乎放假 是做多一點點事 因為他成功的欲望很高 是否很明顯呢? 反過來 如果你想栽培那幫人 是沒有這樣的特質呢? 要準時放工 放假 不要找他 你叫他讀書 你叫他學習 你用慘的好像想殺死他 是否兩幫人 所以第二個就是 你一定要選擇一些 他願意被栽培的人 抽他們出來 主動培訓 這樣大家就贏了 我們不可以淪落於 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他說 我一次過訓練 訓練了所有人 不可以的 所有東西記住 八十二十定律 我當你公司有十個人 極其量 通常只有兩成的人 是對自己的事業是有要求的 八成的 沒什麼所謂的 找餐飯吃的 這一個 各位做生意朋友 是正常的 不是人人都對自己有要求的 不是人人都想有一個好的事業 或者大的事業 是對自己的要求那麼高的 不是的 十個 或者有兩個 那你就在這十個中間的20% 你抽了出來 主動培訓他們 令到他們 形成你第二個梯隊 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生意會做得大 或者做不大 人才剛才說過是最重要的 做不大 因為所有的決策 所有的執行 落了在一個老闆的身上 你不在公司 什麼都做不到 你不做一個決定 沒有人做到決定 就是因為 沒有用時間來栽培 第二個梯隊 一個領袖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栽培你下面的第二梯隊 令到有更加多的領袖 在你的團隊那裡 這個這樣的團隊 就可以不停地發大 而當他們有這樣的意識 有這樣的能力 很簡單 他們會做什麼 做和你一樣的事情 他們就會栽培他們下面的第二梯隊 你可不可以幻想到 你的生意可以做得多大 這個已經不是說 你用什麼軟件 有什麼硬件 沒有 人才是一定要先行的 所以第二個點 就是 栽培一些基本上 還是有心向上爬 對自己有要求 不介意是辛苦一些的 這一班人才 他們的特質已經出來了 是欠什麼 是欠什麼 是欠一些技術 是欠一些培訓 是欠一個百樂 那個百樂是誰 那個百樂就是你 第一點就是 你有一個平台 有這樣的階級 他可以看到 可以提升到 第二個 的 次序 就是 你找一些 他自己想進步的員工 第三點 又落在你的身上 就是你要 鼓勵這班人 你要鼓勵這班人 你要知道 就是 當一個人成長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的 他們是會做錯決定的 他們有些是不懂得怎麼做的 但是不要緊 因為這一班是人才來的 首先就是 他們會很主動跟你談 老闆 我需要什麼支援 我需要有什麼經驗 你可不可以幫我 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位置就是 我們盡量支持他們 人才是很難找的 主動對自己有要求的人 在市場是不多的 大家認同嗎 認同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是很少的 普通的員工很多 但是人才很少 人才和普通的員工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們這裡的分別 不是他們的能力 是他們的心態 是自我的要求 因為他們選擇想成功 所以他們想找一個好的方法 和一個好的老闆 會加入他們 所以第三點 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 如何鼓勵這班同事 好 有一點很重要 在鼓勵上面 我們很多時候會跌在一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覺 很多員工是 每一次被老闆 叫入他的房間裡的時候 通常發生什麼事 做錯事了 最怕就是進去老闆的房間 為什麼 每次都被他咬我 每次都說我這件事不對 所以和老闆見面的經歷 通常都是負面藥 不開心的 反過來 從今天開始 我們叫做 Catch people doing something right 就不是說 We catch people doing something wrong 我們就會很留意 這一班的 這麼有上進心的員工 他做對什麼 當我一做對的時候 方向性對 行為對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即時鼓勵他 即時告訴他 Good job 是不是 真的做得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作為成年人 我看到為什麼有一些 Leadership 或者Management 那麼失敗 就是他覺得 這個員工做對的事 是奉旨的必然 當然 他們做對的事 是應該的 但是每一個人 都是喜歡被認同 所以我們一定要是 Catch people doing something right 一做得好 我們讚他 就等於你記不記得 近時 或者你有沒有見過 一些小朋友 學行的時候 從剛剛識爬 開始行的時候 那個狀況是怎樣的 嘗試站 但是站一站又跌回 那些家長會怎樣 WOW Good job 好厲害 WOW 拍了手掌 如果小朋友聽到 WOW 原來我只是站一站 我有少許進步 原來是有掌聲的 那他們就有一個推動力 是慢慢游站 慢慢學行 但是走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 即時走到 是不會的 學行這個過程 是一段時間來的 但是當他走到一步 我們給你掌聲 走兩步 跌倒了再起來 我們給你掌聲 你看到 歌的激勵 有多厲害 其實我們現在作為成年人 和一個小朋友 是沒有分別的 當我們明白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老闆 我們的歌曲很簡單 有一個好平台 我們加入他們 在旁邊做個 樂隊 當他們做得一般一點的時候 我們也會告訴他們 你已經有什麼做得好 但是這方面可以再做好一點 把整個他們的成長過程 是非常之正面 是不是 這些不是叫Sugar Coding 不要 不要 是 說不是喔 Briant 什麼都稱讚他嗎 不 這個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當 大家的關係 有一個這樣的基礎 反過來 你就可以更加直接 這樣告訴他們 其實這裡有些什麼 爭了 但是你可以怎樣再改善 是不是 不是開口說 你有什麼錯 不 一定有什麼做得好 然後告訴他們 有哪一方面可以更加好 這個信任 和安全感 就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做老闆的責任 所以當你的生意 你要做得好的時候 記住 這三點 這三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什麼 設立一個很大的目標 然後你有一個階級 他可以向上爬 而看到終點 第二個就是什麼 找回一個 或者一班 對的對象 來栽培 第三個 不停 在身邊 鼓勵他 支持他 就是簡單這三點 你會發覺 你會慢慢 你整個團隊 很出色的人才 慢慢的人數 會變多 不出色的普通的員工 那數量就會慢慢減少 OK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次在這裡再見 加油 努力